当我做了一个吃豆地图 玩家直接走就通关了 真是太难受了 于是 我又建了一个房子 哎呦 加难度了 这么多豆子 真不错 看我吃 吃 这坐着也太好了 哈哈 成功通关 真是太难受了 于是 我就把这个房子的豆子 都换成了一份的 还设置了很多机关 找不到豆子 我看你怎么吃 我又来了 哎呦 通关变成999了 没事 看我吃 哎 不对 这速度根本就不够 这就通关不了 让我看看 这边有个开关 哦 这个方块下来了 上面还有一个 有个楼梯 我们上去看看 哦 这边有五分的 哈哈 是无限耍性的五分的 直接通关 这是太难受了 于是 我就把第二关的五分豆 换成不是无限刷新的 并给第二个房间 也加上机关 这一下肯定不行了吧 这一次就不看这些一分豆 这一次就不看这些一分豆 直接去第二个房间 嘿嘿 嘿嘿 五分豆 我来了 嗯 不是无限刷新的了 让我看看别的 这个也不是 这个 也不是 这怎么都不是 嘿 这边有个箱子 我懂了 我们拿上箱子 去找大箱子 跳上去拿上箱子 然后垫上去 打开开关 果然有个房间打开了 哦 全是豆子 快吃快吃 哈哈 成功通关 真是太难受了 于是 我就把最后的豆子藏起来了 给第三个房间 也加上了机关 还是我 还是我 直接打开开关 去第二个房间 拿上箱子 上大箱子 打开第三个房间 嗯 不是 这豆子呢 这边有个开关 打开开关 这边出来个梯子 我们上去 原来都藏起来了 哈哈 我吃我吃 成功通关 在 它里面 亏 Sam 你的 我 亏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